已故的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他在七月八號是在街頭駐獎的時候 遇刺身亡 那在九月二十七號 就要來舉行他的國葬典禮 來追到了 那時間已經是在倒數了 不過現在在日本的社會似乎也呈現了蠻大的分歧 因為有一派是相當反對的 這個社會的反對聲浪 甚至是讓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他的支持率是跌到了百分之二十九 這個已經是他上任一年來的最低點了 那為什麼呢 有些外媒就分析到 就說因為國葬的成本真的蠻高的 十六點五億的日元相當於新台幣的三點六億 所以讓岸田的支持率暴跌 再加上自民黨控制減弱政策的承諾 攔議兌現等等的原因 日本大學的名譽教授就分析到說 在安倍的國葬對他來說 可能是一大失策 所以讓民意開始出現一些反撲的現象 尤其是安倍晉三有一些真友 在上次國葬的時候 是在一九六七年 當時的這個首相極鐵帽 美國副總統賀錦麗登機飛往日本 參加二十七日安倍晉三國葬 不過賀錦麗可能是安倍國葬 最大咖政要 加拿大總理杜魯道因為國內風災取消行程 居生們領袖通通缺席 日本武道館正趕工布置會場 最新曝光國葬流程會有一隊二十人 先到安倍加致敬 臨車也將載著骨灰經過日本防衛省正門 最後抵達五道館還有十九響哀悼禮炮 因此自衛隊大陣仗出動一千三百九十人 只是日本反國葬聲浪不斷上升 每日新聞最新調查高達六成二民眾不支持 國伴國民挺不下去 主因之一就是太燒錢 日本政府最新推估國葬成本十六點五億日元 大約台幣三點六億 已經是最初估計的六倍 另外並不是所有人對安倍都有好感 加上自民黨和充滿爭議的統一教會 關係扯不清 示威頻頻上演 不過國葬週二就要登場 日本政府只能硬著頭皮扮下去 TVBS新聞 綜合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